瘟疫大流行 我们都有一些指引和守则要遵从 各地都有居家令、限聚令、隔离令 也要遵守社交距离令 最明显的就是各个超市 都有标志、提示顾客 彼此不要太接近 为防疾病传染 我们都会和别人保持两米社交距离 其实类似的隔离令、社交距离令 并非今日之有 在圣经路教福音17章12节 就记载了耶稣另一次 医治十个麻风病人的时迹 当时有十个麻风病人 知道耶稣来到 就站得远远地等候耶稣 他们远远的站着 其实就是遵守当时未称为社交距离令 或者隔离令的指引 当时的麻风病人必须和人群保持距离 其他人也不准麻风病人接近自己 虽然人与人之间有距离上的相隔 但是耶稣和人之间和传染病人之间就毫无间隔 耶稣不会和人隔离 不会避开一些高度传染的病人 他甚至伸出手来苦摸麻风病人 医治他们 使他们结症传愈 人与人之间 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 实体地将彼此隔离 但是我们的神耶稣 就任何时候任何境况之下 都不会和人隔离 因为神的爱 完全不受时间环境的限制 神爱人之心真是极大极大 大到可以打破所有的间隔 缩短所有的距离 可以亲切到完全是零距离 任何时候 神都一样这么可亲可近 任何环境 人都可以毫无间隔地 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祈祷求神帮助 两米是疫症之下的人际社交距离 而零距离 就是随时随地神与人之间的无间隔距离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